孟磊回到玩着峡谷准备练一艘云鹰 结果被打成一杆六惨遭路人围殴 那一刻复仇者计划已经安排 就看下一把赚的是谁 不说了不要走 我看谁敢吓死了 再开一把 是时候表演一下真正的技术了 这把绝对认真的不再稀奇了 让我看一看是谁吃了我的分 进入BB三楼的米老鼠很机智 直接请求一抢小明 把莫雷果断搬抢 紧接着小明晒出高达71%的战绩 这小明经验如此丰富 莫雷二话不说 直接掏出久违的国父超洋王 在AAC闭关修炼三个月 小明加国父超洋王的套餐 不知是否还有当年的威力呢 正式进入游戏 准备蓝buff开 傲施一秒细节插秧 此时对面出口 贬值是甲粉 还企鹅看直播呢 当莫雷干耍到红区 阿南周瑜只身一人 已入侵到了对面野区 莫雷带着小明准备前往支援 没想到对面突然出现四大壮汉 将三人全部包围 一起送回泉水 免必思过 这下司马懿开始嚣张了 发消息说 吊打了 给个好友喂 言外之意就是要吊打孟雷一次 一看司马懿在拉仇恨 李元帆赶紧转移火力说 孟雷哥哥 能不能别来抓我 老夫子还假装冒窗时不爱 看来只有司马懿最嚣张 其他人都不想惹孟雷 下一波孟雷到狼区 又被司马懿打了一套 最终被杨玉皇带走人头 开局三分钟直接零杆二 全队战绩零杆七 貌似局势有点不对劲 孟雷表示 越是这种时候 越能发挥国父昌阳王的实力 请战 养测 越来 永早 永久 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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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 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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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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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